来关系二二八纪念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只有以市长的身份向受难者的家属来致歉而非以蒋家后代的身份 这让同为受难者家属的议员王世坚觉得稍嫌美中不足但可以接受 而追思会上一样还是被抗议了 所以呢国民党的这个议员相当不满 就觉得这是政治的闹剧 借此也提议要不要停办二二八的追思会 文化局长出面缓甲说追思会行之有年 要停办恐怕行不通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提到二二八纷纷不平 同样身为受难者家属的他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追思会上 仅以市长身份并非蒋家后代致歉 不满意但能接受 而在追思会上爆发民众激烈呛瞎的插曲 可让国民党议员砍不下去 怒吼每年上演政治提款闹剧 我认为只要这些闹市者一日想要从中谋取个人声量 那么二二八就永远是浑浊没有办法清澈的一天 所以我主张停办追思会 但是配套措施必须要由文化局跟教育局这次单位 举办更多的相关议题讲座 我尊重中沛军议员他的看法他的提案 但是我彻底反对 我们吃东西都会噎到不是吗 但是我们会因业废食吗 王世坚强调一边追思一边学术探讨 双管齐下并不会产生冲突 虽然和平纪念日常常演变成蓝绿恶斗议题 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让社会可以省思过去的错误 不分族群以包容和爱迈向共荣 就我文化局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是比较不可行的 因为第一个他行之有年 他行之有年 从李登辉前总统的时代开始 我们就把二二八纪念活动当成台北市 也当成全台湾各地 包括中枢 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主办的文化局赶紧换家不会停办 但蒋万安继承副组备的政治光环 是资产也是包袱 能否一肩扛起蒋家历史上的功与过 考验才正要开始 记者刘婷云林世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